选择码筒基本的五个尝试 选择码筒基本的五个尝试 那我们只要知道这五个基本的尝试呢 就能很快的去选择我们要使用的码筒是什么形式了 通常在我们台湾跟日系的这些品牌 它是固定的 再来呢码筒呢 我们在找的时候也可以注意它是怎么回事 开始了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设计师好哥 那这个礼拜呢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我们这些老屋换修的经验里面啊 常常都会遇到的就是我们在这个老屋换修啊 大家最想要更多的东西 里面就是厕所还有我们的浴室 还有我们的一些门窗 这些基础工程 那在我们的厕所部分呢 除了整间的磁砖打厨来重做防水扣 那你在跟夜主开会的时候 会 然后在这个卫浴的设备里面也是一个讨论的重点 那浩哥今天就来分享一下 选择这个马桶的地方呢 基本五个尝试 那我们只要知道这五个基本的尝试呢 就能很快的去选择我们要使用的马桶是什么形式了 好那喜欢浩哥频道的欢迎你们订阅 然后分享 记得帮我们按赞 然后小铃铛要打开 这样子就是每个礼拜可以 随时收到浩哥 设计公司的最新的一些经验上的分享 那我们来讲这个马桶的选择 首先呢 如果是大楼要翻修的话 那大楼的分管的管境呢 它里墙壁的深度是固定的 通常在我们台湾跟日系的这些品牌 比如说Toto Kaisa 还有这个合成 通常我们台湾的管境呢 都会做30 离墙壁30或40公分这两种距离 那我们选择的时候 只要注意到这个30跟40公分管距的距离就可以了 那比较特殊的像是这种 SPA 22这种欧归的 浩哥之前有一个案例就是在一个大楼 那后来我们有询问过说 为什么你们的这个浴室的这种马桶啊 它的位置离墙壁的那个距离是很特殊的 我记得是15或者是18公分 后来询问了以后才知道 当初是一个建商在盖这种大楼的时候 特地去采购了这一批马桶 那这一批马桶呢 它的管距就是很特殊 大概是15或18公分 那这会造成一些后续上 比如说我们 久了20年30年要重新翻修的时候 在台湾马桶的选择性就非常少 因为那家这些品牌所做的都是 30或40公分的 这种特殊的管距的公分就很难找到 你喜欢的马桶的样式 甚至你的选择性可能就只有一种两种 我记得当初那个业主 我们选的马桶样式只有一种 那就是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再来我们就来说这个 马桶呢 我们在找的时候 也可以注意它的这个冲水的模式 就是它有分大号和小号在使用的 那这种两段式呢 相对是比较省水一点 因为我们知道小号的话 通常会有一个比较小的按钮 那它就是三公寸的 那如果大号的话呢 是六公寸的 所以我们在挑选的时候 你如果比较主动这个环保 使用水量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去特别来选点这种 有分大小两段式的这个冲水的方式 再来是比较重要的 这个是我们在业主开会的时候 也会询问你们的 那到底什么叫做红溪式 什么叫做喜乐式 什么叫做喷色红溪 什么叫熔卷喷色 其实这种冲水的原理啊 基本上就是分成冲水式 跟这个冲溪式 那冲水式 顾名之一就是一个支冲嘛 就是它的这个水箱比较大 然后它瞬间把这水量排下用冲的 所以它的排出的这个管劲会比较粗 那它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内 大量的水卸下来后把这里面的账户的东西 一次把它排出去了 那它的缺点就是它用水量就会比较大 再来它的声音也比较大 所以就是我们传统冲水的那种 然后就是 就没有水箱那一种 对 马桶都有水箱啊 那有一种没有 没有的那种叫壁挂式的马桶 那个比较特殊 那个直接透过它水管去冲出来 它就没有一个存水的水箱了 那一般我们住宅会用到的就是 都是有附化水箱的 那水箱的就是我们用的这种 冲水式的跟红溪式的 那冲水式就是它我刚才讲的 就是一次大量的水 暴力的把它冲出去 一次带走 缺点就是声音比较长 然后它的存水弯比较小一点点 那还有一种就是红溪式 那红溪 听到溪不明示意 它就是用溪的这个原理去 把里面当入的水吸走 那什么叫红溪呢 其实它就是有一点像 如果家里有两年的水族箱的人 大概都会知道 我们要去把水放出来 如果我们是一个6匙的 不是说6匙太大的 一个3匙的水族箱 如果放在架子上 你要换水的时候 不可能水一个一个砍出来 我们会用一种好像吸管的东西 开始压 透过这个水把它吸上来以后 透过一个高低差 然后水开始引流过来之后 它就开始远远不绝的把水吸出来 这个就是红溪现象 那这个东西呢 用在马桶它的作用的原理一样 红溪式就是这个马桶的水 它会先慢慢的灌进来 让它升高 里面先充满水以后 让它大过这个弯槽 它就开始有点红溪效应开始带 只要它一带出去以后 这个水就全部被它盖走 那这就是红溪现象 那我刚才有讲过像我们这个水族箱 要抽的话那一支水管是很细的 你用很大的这个水管 是抽不出来的 那做在马桶 它的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它的管壁呢 会比较细一点 因为它要通过一个细的管路 去来做这个红溪效应是比较快的 冲水的马式模式大概就是两种 就是冲水式 跟这个红溪式 那红溪式呢 现在又有连变成说 有这种喷色式的红溪 或者是龙卷喷色 那喷色就是说 我们一般红溪的马桶 它是水慢慢浮上来 但是喷色式是在这个马桶的周遭 做那个喷色点 然后水这样冲下来以后 让它瞬间的水这样上来 然后再做成红溪效应 把水带走 龙卷喷色呢 就是在这个马桶的上方的这个凹槽 做出两到三个节点 所以喷出来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管槽 让它水这样子喷 这样喷了以后 产生一个像龙卷风的东西 那龙卷风的东西也瞬间 让这个水位变高的时候呢 再来把这个水位吸走带走 所以说马桶呢 分这种红水式跟红溪式 那红溪式呢 又有喷色红溪跟龙卷喷色这样子 马桶呢 还有分这种两件式跟三体的 那什么叫两件式呢 两件式就是 它有一个水箱 然后它有一个便座 然后它是组合在一起 它这个组合还要透过螺丝 然后我们这个水箱的这个水管 要接在这个便座上面 透过一个水密的这个Partini 把它固定起来 那这种外挂式的水箱呢 比较大 它大概可以到六公升 那它的缺点就是可能未来这个水密的这个Partini 可能会漏水 因为那个橡胶垫它可能黏久了 会有老化的现象 它会漏水 或者是避震的时候慢慢掉 它会漏水 所以说这种两件式的马桶是属于比较早期的 当然现在也很常见这种两件式 那现在有做出这种单体式的 它就是水箱跟马桶是一体成型的 它就是水直接浸到里面排出来 就没有再透过这样的组合方式 那当然它的水箱就会比较小一点点 大概都会到4.8公升左右 所以如果你要排污的时候 有时候这种两件式的 它可能一次冲水就可以顺畅的把它排掉 那有时候这种单体是在排污的话 可能要冲到两次的水 再来最后一个就是马桶盖的选择 那马桶盖的选择就是一般型的 还有后来出的反降型 跟现在非常流行的东西的是马桶盖 那一般型就是马桶盖 就是掀起来放下来 但是放下来的时候 如果小心手滑的 它会啪一声哭大声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 有时候会被吵醒 那反降型就是 你要放下来的时候 它会慢慢反降慢慢反降 那基本上这两个结构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们是一般型的马桶盖 你要把它换成反降型也可以 这个可以自己去DIY去买一个 我马桶的那个造型 去换这个马桶盖就好了 那再来就是免制型 如果你是一般家里 可能只是要换一个免制马桶盖 那也许你附近没有什么插座 可能在水槽上面 那你这样拉过去是不方便的 所以我们在老物换修的时候 不管你有没有要做这个免制马桶盖 我们都会在马桶的后面 先帮你预留一个插座 以防未来你想要在你的马桶 更换这个免制马桶盖的时候 你就可以方便的使用 好 那今天就很快速的跟大家分享了 这个选马桶的五个尝试 那就是这个恐惧的问题 然后这个冲水的模式 再来就是我们这个冲水的这个水量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 两件事或这个水马桶的造型 是两件事或当地的马桶盖 就是马桶盖的选择 好 只要掌握这五个 我相信大家在未来 你们要建构你们这个嘉宜的时候 你们会对我们的这个浴室 有更深的了解 如果你们要看免制马桶盖的过程 好 那留言嘉宜 我们就找时间来拍一个 这个 自己在家DIY换免制马桶盖 OK 拜拜 có 哎 牙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